本土疫情爆发,花莲市从4月份开始要求各个福气站暂时停课关闭 以免造成老人家染疫风险 而最近施工所也邀请了各个福气站站长线上会议 倾听社区的新声 也共同讨论未来开站的防疫措施还有上课的方式 希望在严谨的防疫规范之下可以让老人家健康安全来上课 本土疫情爆发,花莲市从4月份开始要求各福气站暂时停课关闭 以免造成老人家染疫风险 近日施工所也邀请了各个福气站站长线上会议 倾听社区新声也共同讨论未来开站的防疫措施和上课方式 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 紧急的跟各个福气站下定希望他们能够来做观战的一个动作 那也福气站全部都配合 那未来我们也是朝向说如果要开站的部分 那也跟几个福气站来做几个研讨的部分 那也希望说各福气站提出他们的需求 针对相关的需求那也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等待疫情稍微趋缓的时候 我们会来做相关的开站 也让所有长者能够安全安心的在福气站里面学习跟上课 那我们也希望说福气站在这段时间里面 把该做的准备都能够做到万全 然后也能够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现象会议中各个福气站站长也都分享了他们社区的状况 那我也不敢开放 我不敢开放 因为我们每天都有确诊 都有事物 一直在报价 然后我们在报价 等这个高峰期过后再看看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严重 好像像刚才一位小姐讲的 可能现在开站的话 也有很多的免疫 因为我们5月3号因为有两位同仁确诊 我们停战到5月20号 是 那理事长的意思是希望说 我们未来5月23号过后 我们福气站也会 他是希望如期开站啊 我们现在都还是季节都在正常的疫情 我们是觉得这个疫情没有什么 自己做好防疫的测试 我每次跟老人家讲说你们不要紧张 现在来我们七点的老人 我们都要求他做得很严格 每次来我们都会叮咛他 怎么做好防疫 自己要把防疫做好就不会被感染 这次线上会议讨论项目包括了目前防疫规范 停战期间遭遇的问题 上站服务员和长辈们施打疫苗状况 未来开站的规划 还有开站之后 如果有确诊个案要怎么因应等 市长魏嘉贤和各个福气站充分沟通讨论 希望在最严谨的防疫作为下 能够让老人家健康安全上课 戒律会欢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